人類喜歡吃海鮮 全球大約百分之九十的餘葉資源 已經被過度佈留或者完全佈留 而香港對海鮮的需求更加是有增亡減 香港人食用的海鮮 來自全球超過一百七十個國家和地區 每年的人均海鮮食用量更加超過七十公斤 在亞洲排行第二,僅次於麻爾代夫 由2010年開始,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向消費者推廣環保海鮮,並與飲食業界展開合作 甚麼是環保海鮮? 環保海鮮即是無論由野外暴流 或者養殖而來的海鮮 它們的暴流和養殖過程不會破壞海洋環境 既能滿足需求,亦可以確保海洋資源長用長有 選擇環保海鮮 令已經被過度佈留的海洋資源得以恢復 支持環保海鮮立即行動 首先,下載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海鮮選擇指引流動應用程式 購買或者選擇海鮮前看一看 選擇綠色和黃色類別 以及得到MSC或者ASC認證的產品 避免選擇紅色類別的海鮮 你也可以在流動應用程式入面 看看哪個商戶提供環保海鮮 並以行動支持,選擇這些商戶中 有海鮮選擇指引標誌的菜單或者海鮮 另外,問一下餐廳或者零售商 有沒有供應環保海鮮 和了解他們海鮮的品種、來源地和生產方法 令商戶知道客戶的需求 希望我們可以年年有餘,長食長有